大家好, 今天風和日麗, 天朗起清 其實就是最好, 在戶外工作的時候 好, 今天看一看, 要做些什麼呢? 今天是幫其他人的補鑊 這個擴建工作, 之前有其他builder做了 看上去是不是ok呢? 都ok的 但是有很多細節位, 原來不用落我不知道 不知道, 不爬上來看又不知道 那個屋主發覺窗台漏水 這個窗是新造的 這個擴建的位置是新造的 發覺漏水進去, 因為早幾個星期有很多雨水 叫我來看, 原先的builder 當然是走了老, 收了錢 叫不回來做事, 叫我幫忙 好, 看看情況 原來是怎樣呢? 逢親磚牆和瓦片中間 就要放一些圓片 這些圓片 圓片是怎樣做呢? 就會在磚裡開條坑 我有工具的, 叫一條坑 然後將圓片塞進去 接著就擠上膠 圓片就屈下去 接著屈到這個裙腳的位置 壓緊它 接著就算下雨的話 雨水下了磚牆, 流下來 因為這裡是封了膠的 接著雨水, 沿在圓片 接著滑下去瓦片 然後就流到Gutter 那裏 Gutter 這個問題 我再跟大家說 因為一次過, 說不了那麼多 Gutter 也是另一個學問 好了 講一講圓片的夾口問題 先前的builder 偷工減料 這裡, 它又沒有駁圓片 好, 別介意我手震 一隻手拿機, 一隻手做事 這裡, 其實它應該就像這個圓片一樣 看這邊也是 對嗎 好了, 圓片呢 它開條坑之後 就塞圓片下去, 接著屈下來 但是, 上一手标打 就用一些銀色的膠紙 這些是臨時補救用的 不能夠長久的 所以, 一有風吹雨打 日曬雨淋, 慢慢就會掉下來 到一袋就掉下來 對嗎 接著, 露了這些位置 就會入水 下雨的雨水, 就積在這裡 積在一個ret sofa 積在一個ret sofa 慢慢的水就會滲入窗台 就滲入房間裡面 好了 現在我們怎樣做呢 就是補救措施 我現在就不是用圓片 坊間很多物料的 這種其實中間都是類似一些圓的 但有個好處就是 這種就沒有resale value 沒有人會偷 其實不是便宜的 比這種圓片的 只不過這些賣出就不值錢 這些圓片偷了之後賣出去吃錢 所以就有這種物料出現了 其實那個功用一樣的 和圓片一樣的 我只是需要開一條坑 接著就把它放回去 放回去之後 然後也要用這些膠 擠膠 固定和黏緊它 和封死它 就沒有雨水可以進去 接著 這塊 這塊膠就會 便會 像這樣 我慢慢砍 慢慢砍 就會 整個圓片 就跟回那個瓦片 那些魚水 隔這麼遠的話 兼斜面 魚水 就不會進去 所以今天 做好工作 就要做這件事 我現在準備好材料 和工具 好了 我開始做事之前 我就說一說 我要用什麼工具去做 首先 首先 我就要開了一條坑 開一條坑 要將 這個材料 挖一挖 一攝進去 好了 開坑的工具 其實很重要 這個開坑 很多人偷懶 開完坑 接著就這樣攝進去 折膠 好 這個員工 有什麼問題呢 就是 開坑的話 就會出到很多 這些 這些粉狀 因為 大家知道 一定會有很多 這些叫debris 走出來 我們開完坑之後 如果不清掉 就這樣折膠 正如大家擦麵粉一樣 擦麵粉 那個粉糰 如果你不想這麼黏手 怎樣做呢 多放麵粉去 這樣就不要太黏手了 正如這個情況 如果不清掉 那些 debris 即是那些粉狀 就這樣擠 就好像粉糰 有了乾粉 和汁根一樣 就黏不住 這個黏不住 九月九日之後 會鬆出來 水就會繼續進去 所以 我就會 用鋼絲擦 擦走 擦走 一些鬆泡 泡 那些 motor 兼且用這個 潑乾淨 即是坑 潑乾淨 這樣才是擠膠 這些工序 就算你自己在這裏住 你自己都看不到 你都是信那個builders 對不對 所以這個呢 就好看那個builders 他的工作態度 好了 我趁現在的天氣 今天天氣更好 不知晚點會不會下雨 我現在就開工做了 我先停了鏡頭 好 有機會再和大家分享 今天就這樣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給我訂閱 Like 和Share Thank you 拜拜 我們在倫敦 曼城 利物浦 白銘漢 提供全面的物業管理服務 也有幫助海外的投資者 在英國置業 如果有興趣的話 歡迎你WhatsApp 或者是上我們的網站 或者是電郵我們 去了解更多的資訊